再无忌惮的葡萄 也从不在梦里飘摇 白月光在照耀 你才想起它的好 如下只求难消 你是否能知道 窗前的明月照 你几次一人眼睛 白月光是年少 这大的笑 白月光是年少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到了我今天个人最后一个节目了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节目了 前面所有的表演呢 都是我今天要细选出来 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表演 但今天最后呢 恰恰相反 这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魔术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小时候 12岁那一年 学会的第一个魔术 虽然距离今天也就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不要笑 不太会保养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12岁那一年 我刚萌生当魔术师想法的时候 我在想 我能变什么样子的魔术 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这个绳子 但是家里的绳子非常特别 一根 它是短的 长这个样子 而另一根呢 是长的 长这个样子 很容易理解吧 在我12岁那一年 我刚萌生当魔术师想法的时候 我在想 我能不能把这两条绳子 变成一样长 的话我们仔细看 12岁小朋友的执上 当时呢 我把短绳往上对折 我们这边声音算微小一点 好不好 我把短绳往上对折 长绳也往上对折 仔细看 12岁小朋友的执上 它就变成一样长 我第一次发明完这个魔术之后 所有的同学们的反应 跟你们一模一样 都忘记了鼓掌 后来我就给我的家人们看 邻居们看 每一个人都怕我是一个 天才版的小孩 但直到有一天呢 我遇到一位老前辈 他是一名真正的魔术师 然后我把绳子变成这个样子 给他看之后 我满心欢喜地以为 他会给我肯定抱老兄弟 你们都在干嘛 我的妈呀 一个在说话 一个卖又不调好 我讲哪里了 老前辈 一个老前辈 哪里 一个老前辈 对 老前辈跟我说 这不能算是魔术 这只能算是一个技巧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没有办法 把你的手打开给伯众看 回到家里 我难过了很久 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 老前辈 就在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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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 看起来好像很像的 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 我的很多好朋友 有的去了国外 有的带了一些很有名的老师 去学魔术 但是我意识地思考 这两条绳子 应该怎么样去变 换句话说 我这思考魔术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表演 朋友们 又过去两年的时间 我终于发现 我真的可以把它变成一样长 不光变成一样长 我可以打开可能看 它真的一样长 能够用啊 想让人的静止 不知道有时候 人生的种种困难呢 看起来 就像绳子上的绳结一样 有些人面临困难 会选择跳过去 有些人会选择绕过去 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既然选择这个 感谢观看